可以有一點愛嗎? 台日韓國際學生設計演習營的開幕式 在海科館的國際會議廳舉行 來自台日韓的青年設計新秀 跟設計專家齊聚於堂 透過七天的演習與參訪 來認識基隆這個城市 有來過,但是這次就是跟著設計團來觀察 所以就看得比較不太一樣 你本的時候去港口參與嗎? 對,也有去港口 看到什麼? 我們去看了 我們搭船出去 然後我們有去繞沿著基隆港 我們到最邊界 然後有介紹歷史 像譬如說以前那個 美軍 美軍嗎? 美軍啊 還有那個 那叫什麼? 八門 什麼? 八門 這是叫什麼? 八指門 對 我們那邊也有經過 然後我們還有看到像譬如說 他們那個什麼塔 就是讓人家知道可不可以離開港 進港 出港 這些 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海風的關係 所以建築物會顯得比較 就是斑駁 就是 看有沒有辦法可以 或是用什麼樣的材質 可以改善 就是港口附近的房子 這個是門面 對 我們透過這次的經驗 有看到另外一個的基隆 就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海啊 從在海上看基隆這一塊 那我覺得是可以應用在設計上 我覺得給學生們一個機會去看到 基隆不只是我們所謂的基隆廟口夜市 或者是我在那邊看海而已 但是我實際上有去海外 然後從海外來看基隆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角度 學生可以去體驗看看 開幕儀式上 基隆市長謝國良 特別歡迎參與 台日韓設計研習營的專家與學生 邀請大家來觀察 基隆這個有文化底蘊的國際海港城市 給基隆不同的設計觀點 來提升城市質感 這個城市裡面比較老舊的一些建物 設備等等包括垃圾桶包括便電箱 都是我們希望透過工業設計 能夠改造城市風貌的一個樣品 他們是設計專家或設計新秀 他們這一次也會針對基隆市的景觀 建築它的佈置來做很多發想 也就是說他們會真正留下很多設計概念 是直接以基隆為主體 他們不是純粹的討論 他們來重新提一些概念如何設計基隆 那當這個研討會結束的時候 這些概念就可以把它留下來 給我們做未來城市重新翻新的一個參考 這個才是產發著當初跟我說 林頂超處長他爭取了很多經費 一樣的這個是沒有在我們的預算科目裡面 這個是原來就沒有的一個計畫 但是我們爭取到 然後其實新北也有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也有找企業 大家共同來把這個辦好的 這次活動由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跟文化局以及海科館方面 共同來協助 讓這個國際言行的學生跟老師們 能夠安全舒適的在基隆進行參訪學習 激盪設計創意 市府未來也期許有更多的國際青年 來到基隆交流 為這個有充沛文化歷史的國際港都城市 注入新的設計靈魂觀點 來塑造更有質感的城市文化底蘊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我們可以熬過 這次與 bullishシルク沒有個石頭 來拍攝 我們從小中塑食